然后各位再思考一下怎么画 好 来我们看一下第四题 第四题 第四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先把那个三角形画起来 下来啊 45的长 再往右边的水平 拉120 好 回来 回到7点 好 这个三角形画起来 里面的三个圆 一开始 这三个圆都一样大 对不对 一开始 先请各位 随便的定一个值 小一点 不要太大 太大的话 怕超出去 所以呢 请各位呢 第一步 你三角形画起来之后 请你用 相切相切半径 相切相切半径 相切直线点一下 相切这条水平线点一下 比如说好 半径先给他五好了 同学 是不是很小一个 没关系 先小小的就好 至少他也没有符合条件 有啊 跟两条线相切啊 对不对 再来连续copy一下 copy 这边已经一个了 对不对 再两个 对不对 以左边的四分点 左边的四分点 当这种点 copy过来 第二个 copy过来 第三个 好 同学 现在呢 条件 只剩下什么 想办法 把这三个元 放大到怎么样 放大到 让他呢 来 啊 画错了 相反才对 相反 相反 我画错 相反 不好意思 来 再一次 因为如果从右边画 你这上面这个镶嵌 你会做不到 不好意思 画相反 来 要用右边开始 半径一样是五啦 来 相切点一下 相切点一下 半径给他五 因为要从这边做 才可以做得起来 因为这边是条直线 所以可以做得到 来 再一次 相切相切 半径完毕以后呢 copy一下 把这个元 copy两个过来 好 各位 请注意看了 这样子啊 当做个条件 怎么样呢 把这三个元呢 把它放大 放大 放大到 放大到 让第三个啊 去touch到啊 去相切到这条垂直线呢 好 那各位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做 那各位我请问一下哈 这一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 这三个元要开始放大的时候 开始放大的时候 今天不管放大到几倍 所以这一个圆 这一个圆 跟这两条线的相切 是不是始终都要保持着相切 好 请问 哪个点 当基准点 当你往这三个圆 往左边开始放大的时候 这个第一个圆呢 要保持跟它相切 也跟地上的线相切 所以等一下在放大的时候 谁当基准点 是不是右边这个点要当基准点啊 听懂吗 这个点要当基准点 你必须把右边的这个点当基准点 你在放大出去的时候 这个圆放大出去的时候 它才会依然保持着跟它相切 跟跟它相切 好 这个是各位要特别注意的 也是同学一般比较 容易忽略到的重点 好 那我现在开始做一遍 好 请各位注意看 我们还少一条线 这条线要画上去啊 你比较好做 哪一条线呢 请各位注意看 我从第三个圆啊 这个四分点啊 我去拉一条垂直线一下 各位 大家知道垂直线的意义是什么 各位知道吗 对 对 如果你可以想办法让这个点 让这个点 对起到这个点 那答案就出来了 想到了吗 如果你可以让我画下来的这个垂直点 对起到这条线的底下这个点 对起过来 那是不是答案就出来了 好 有同学很多同学点头 代表想通了 来做做看 所以我们这里用对起就可以 你用比例也可以做 比例也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是用对起的方法 来请各位做做看 如果这里想通了 那第六题你就想通了 嗯 对 对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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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识计划 这样 请您